正在做比萨的小伙 叫迈克 他来自加拿大 是地道的成都洋女婿 如今有着一家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比萨店 迈克的比萨店出了名的规矩 这让他周围的人都十分不紧 甚至因为开比萨店 家人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矛盾 说到不理解 对迈克意见最大的 当属迈克的悦目 岳母作为迈克店里的特殊员工 今天她要和迈克一起 到市场购买营业所需食材 一直以来 岳母对于这个只看质量 不问价格的洋女婿 十分不满 番茄都什么 三块四元 我才买三块四元 四元我没跟断说的 来 贵了我买三块 贵了 他回贵了 不要 真正不讲价 这人我等的 只买好的不买不看价的 不是不讲价 看都不看价 只要自己看价 哪去都价格好多 看都不看 就买好的 主生也就是要算账 不算账不得心 那人就看一看 同样的食材 寻找更合理的价格购买 岳母的金大细算 让麦可有些无奈 我只是不太好 如果有人说 这应该购买这么多 我会给他们 我不太好 我认为妈妈非常好 贵了 贵了 我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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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贵了 你这个贵了 你这个买 15块钱 你贵了 我贵了 我9大9块 他就是不会讲价 他只晓得买好的 不然我找我 我还不得愿意来跑 即经周折 辛苦的采购总算结束 岳母将自己买菜的经验 传授给麦可 买完了 这个买菜要讲价 不讲价 你看吧 哎呦 你仍下来算 不简单 你看这个 菜价那个小米拿 一两 一个五角钱 我人家买半斤 就要几块钱 等于说了 差钱都有了 今天 半钱都够了 总的要讲 他说买自己 要讲价 不讲价 相对于岳母的买菜理念 麦可有着自己的买菜观点 17年前 麦可与成都女孩爱情相识 那时 麦可作为交换生 来到成都学习中文 在培训学校兼职 麦可结识了成都女孩爱情 至今 麦可还清晰记得 第一次见到爱情时的场景 就这样 麦可对爱情展开了追求 爱情也很快 被这个帅气聪明的老外打动 我还记得 就第一次约见面的时候 就看他踩这个滑冰鞋 一个很大瓶的 农步山泉的瓶子里面 插了一只向日葵 就被崩过了 说怎么用大水瓶 插一只向日葵 所以我现在还很 很深刻地记得那个场景 所以到现在为止 向日葵 还是我最爱的一种花 因为那是他送给我的第一只花 一年后 在中国的交换生学习结束 麦可不得已与爱情分开 回到美国 爱情则去德国攻读硕士 异国恋的距离 并没有将两人分开 对于两人的恋情 爱情的父母并不同意 我们还是坚决反对不同意 文化生活不是不一样 他可能你得吃的斗鱼 还有语言对教练也不听 你都听不懂 听不懂说话 听不懂 实际上 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的婚姻 只是我们两个人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最重要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最重要 一定要 要他有钱 我自己也能赚 你知道吗 但是就一定是要他能够赚真心 对我一辈子的 2006年 为了和爱情在一起 麦可选择来成都工作 麦可来到中国后 从事的是飞机制造业工作 后来麦可决定辞职 干自己喜欢的比萨创业 我其实还没有人赚 我还能赚出业 在辖度中 他做的比萨创业 他在达给了50年 他已经做了50年 他有一些人出品 比萨创业 但对比萨创业 我叛业的东西 我开始想要嗒 在这里 我真的觉得 因为我的经验 工作在 时宿验 爱卿从德国留学回来 原本在外企从事高管工作 为了支持迈克 也辞去了稳定高薪的工作 和迈克一起做起了比萨 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父母亲就锻炼我 让我自己做这样做那样 所以我很独立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就怎么样子拉都拉不回去 我觉得我能做的 我能够给他百分之百的支持的 我都全心全意的去做 给他最好的一个 就是给他做一个最好的后盾 岳父母起初反对女儿和迈克在一起 但是面对义无反顾的两个人 岳父母也开始全力支持养女婿的创业 和迈克从菜场采购回来 岳父母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像往常一样 老两口要赶在比萨店营业前 把食材收拾干净 送到店里 西外花要一多多的 滴到滴到洗干净 晓得晓得 半成晓得晓得晓得 哎呀 这个 大老婆都不要 我一天的那个我不晓得这么多 我晓得 我晓得 要求就是用水个葱 不能泡到洗 这个泡到洗了就要不得 检查都不得了 哦 假设他们有要老 有要老不是老的 我这些老还真是坏老了 你不对它就坏着 它起到就给你丢了 拽着打个孔子老 这种事情是经常吧 经常都有的 养女婿迈克对于食材的要求 除了要清洗干净 每样洗干净的食材 都有特定的保质期 都要贴上标签 写好日期 方便检查 哦 检查一下这些东西 起不起 13号 今天13号肯定没问题 哪 每天不得行 每天都要贴标签 我们每天的人 每天拿过 我贴标签 他两伙子两个 下给你料了 伙子给我搬了 几十元钱一个 和我太人 拍了个了 我说你料的是钱 有点承受不了 要叫浪费 它进入一个小箱 然后我们放了一笔 所以我知道 哪一天它是 然后就算 它是太久 我们把它放开 每天我们把 所有东西都拿出 几十元 但这种方法 我认为我不是 优责任何东西 我应该不愿意 优责任何东西 是的 你必须做它每天 但是 这种方法 是一种方法 保护所有东西 都保护所有东西 迈克的这些 苛刻要求 让岳父母觉得 非常无奈 为了达到要求 岳父母菜 收拾得格外仔细 洗完菜 老人来到了 女儿的比萨店 这些青椒红椒 这些都是这个的 提到标签的 我肌肉筋都是减了的 这个有点撞伤了 这个撞伤了 这个皮皮不要就是嘛 不好买 不好买 我就问看它能不能用嘛 不用重新买啊 不用就重新买嘛 哎呀 要看买光深的 不大不小的 好看的 太讲究了 他说别个收了 别个那么多钱 就要让别个吃好的 吃最好的 他啥种看一样 说到现成我都不理解 由于语言不通 迈克与岳父母之间的沟通 只有靠女儿爱情传达 岳父母以为 这一次菜收拾得很仔细 没想到 又被迈克挑出了毛病 爱情 你得多多的 终于太多 你越来自威胁 不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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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ecause you can't handle it. Tell your dad, have him fix the door. 太挑剔了,挑剔了就简直是 近于苛刻的状态。 我妈就说,我哪知道这个青椒辣不辣呀? 反正看着好看,颜色也好新鲜的,我就买了。 我不可能每个青椒去尝一下嘛。 很奇怪,还能补开了,买了,还能过我家庭办。 成熟物料,成熟物料,确实要求台湾没辣。 I have to have it, because that's going to make my pizza better, that's going to make my product better, and you know, customers are going to be happier. So, yeah, I mean, I guess, like I said, every little detail matters, and it all combines to create a better final product, and no matter what, just get the best. 曾经做过飞机制造工程师的麦克, 把对零件的精细把关运用到比萨制作的每个环节。 她对食材的挑剔让岳父母无法理解。 岳母十分无奈, 没到这个时候,岳母只能再次前往市场, 重新购买符合麦克标准的食材。 哎呀,我就没得啥子不出关, 你这个主要是接受, 因为他人家的要求是这样, 总理来讲,他是在往好里边弄, 他也不是平白乱的说你。 究竟是何原因, 引发激烈家庭矛盾? 打了我们女子两个事, 古早, 产了两个事, 被子没打过她, 打过她, 打了过后, 不转开了, 考验个砸了, 也考不出来披萨, 我看一只麦子滚, 外食学艺, 麦克究竟有何心愿? 我还吃这个人还好吃。 外国人在中国精彩继续。 因为麦克的苛刻要求, 岳父母和麦克之间会发生一些小摩擦, 但岳父母还是得硬着头皮前来帮忙。 他不是我给他挑食的, 他这个本来找到掉了, 掉了过去要给他挑食, 掉了过去一家都会挑, 好像这些吧, 那里也是, 都是我干的, 我给他弄了这么多。 像他拿了很坏了之下, 我们就去帮他, 我安提的帮他去塞射, 帮他锁起不管。 他的帮子都是给你收服, 就是我们想给你收服, 最后他们就说分级付款。 辛辛苦苦那个分钱没挣, 比如说跟他要往租的房子, 点的钱, 来说我买电动车, 都是我的工资, 退休工资高头, 跟他支付。 岳父母对小两口的比萨店如此不放心, 是因为他们在创业初期, 遭遇过失败。 比萨店开业初期, 麦可和爱卿没有告知岳父母, 与朋友合伙打理一家主卖墨西哥卷的西餐厅。 而当岳父母察觉到此事时, 餐厅早已入不敷出, 损失不少。 停电关门, 是岳父母对西餐厅减少亏损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 亏损一人是吧, 亏损一人是吧, 损一人是吧, 损一人打哪一圈的嘛, 他那不做, 这个生意亏。 不滚, 你弄出鬼去, 要走你们两个都走, 不准得中鬼了, 因为啥咋, 你生意一做亏了嘛就亏了嘛, 你要听老人的话嘛, 我说, 不听老人一样, 吃鬼在眼前。 出此生意的失败经验教训惨痛, 生生打击到小两口的创业热情。 放弃的念头还是, 我是自己悄悄地还是想过很多次, 但Michael从头到尾从来就没有提过, 只要他认定了一件事情, 他就会更好地去把它做下去, 所以我也只能默默地支持他, 就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七年前, 迈克只做外卖的比萨小店, 今天已经发展成可容纳四十多人的中型餐吧。 今天是周五, 是比萨店的特色日, 每周五晚上的火炉party, 吸引着不少食客预约品尝, 迈克看上去, 也比评室开朗了许多。 如果你让我烹饭的披萨, 我会给你这个。 这是我喜欢做的, 这是我希望在这里, 而且在这里做的特别, 我感觉我会带到我社区的东西, 这就不再来到这里。 是的, 这是一个特别的感觉。 乔你的辈子, 任何火炉。 这个味道很长。 I mean the biggest thing is we've got a good system and as long as everybody knows their job and everybody communicates with each other we just get through everything they're telling me that the prosciutto and arugula is for you is that true sir here you are forking a knife for you enjoy thank you very much I tasted it because I taste everything that I serve to customers so I need to make sure it's okay 关注于做比萨的迈克对岳母的到访全然不知语言不通难以融入环境 没到这个时候老人家就默默地当起了临时店员 岳父母虽然嘴上并不赞同比萨店的经营理念 为了避免二次创业失败他们还是尽可能亲力亲为参与其中 老婆我得替他白老婆 只要我在那底下凡是我自己能够做我都要帮他们做不管是哪个人 不管是爱情你该爱情做你或者是该他们那里做我都要帮他们 哪怕是断搜个盘盘第二袋杂志我都要帮他我能够做我都要做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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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他们就少出点了 虽然迈克与岳父母的观点不同但在迈克心中一直对岳父母的付出心存感激 所以只要有机会迈克就会为岳父母选购一些小礼物 讨劳人欢喜 我估计我估计买个想法是我的厨房的时间多肯定倒可能用得上其多用 我估计他就买回来我说我是爱情好的呀全都会用 没有他是世界最好的导师 爱情我世界最好我最好的能够做最好的有那么多钱 结果我拿的还是我还是没得我们自己买的几十块钱八道好用真正的 一个工具都用两百多美元两百多美元千多元钱了 那么一套工具我们好心痛哦 所以觉得他用钱太大手大手 这点有点还是有点不高兴 但是还为了他是他的心意 从不理解到理解呢也还是觉得还是可以 迈克尔将七年前只做外卖的比萨酒店 发展到如今可容纳四十多人的中型餐吧 岳父母也慢慢开始接受这个苛刻的洋女婿 不再干涉比萨店的事情 但是老人希望迈克和爱情能让他们早日抱上孙子 其实迈克一直都非常喜欢孩子 每月的例行教训力 他在教孩子们如何制作比赛的同时 还帮助孩子们学习英语 应该就这样吧 对... 做 Mexico 视明 saja gentleman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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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还应该要收急 Tack 请多资cos 有个人说过话 我们的理念就是想法就是非常 爱过路我们爱你 我们要爱你们 对于岳父母的期望 迈克希望顺其自然 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比萨店上 他最近心里想的是 怎么让比萨本土化 做出适合成都时刻 口味的比萨 好 等待 我会回到最后 所以第一个比萨 是莉莉的 比萨 今天一大早 迈克与妻子爱亲 一起来到成都有名的 私房菜馆 玉芝兰 拜访这里的老板 南师傅 南师傅你好 南师傅你好 欢迎欢迎 师傅我我到你的餐厅来了很多次 我觉得你的菜多了非常非常好吃 所以想您拜设学习回锅肉 老师 多加 好 谢谢迈克 谢谢你 谢谢你 回锅肉 作为川菜中的当家花旦 以至以来 凭借着咸辣浓香的口感 深得十克喜爱 所谓回锅 亦为二次烹调 主料精选上乘二刀肉 配料以英季食材为主 咽下下秋交替 清香猪味的蒜苗 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今天配菜的首选 蒜苗回锅肉看似简单 实则步步惊喜 这让第一次学做川菜的迈克 有些紧张 把肉压香 把肉压香了以后就可以加 豆干净了 把火瓜小一点 加多少 你加吧 没关系 多一点吗 再要一点 再少要一点 再要一点 再要一点 那么多 对对对 再炒匀了就可以了 像甜点 这个甜点可以多像一点 好嘞 可以 对于迈克来讲 能够拜师蓝大厨学习川菜 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他学川菜回锅肉 其实是想做一道川味的比赏 哇 这个好吃 那你回炒一下 我吃这个很好吃 真的 香一点 没有错 将回锅肉打包回到店里 迈克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 我将煮准备 但是我将把油脂肪 从回锅肉里取出 然后把鱼肉的油脂肪 然后将来用我的鱼肉 进入鱼肉 它取出了所有色和味料 的皮鲜豆瓶 它们在鱼肉里面 在鱼肉里面 在鱼肉里面 在同位置 在同位置 那不容易做到 所以我认为它们已经长了 我认为它们有更多的 那我们看来 正在那里 什么 你觉得 它是好 它是压的 然后它是不太过分 我们会找到一会儿 你还有一些芝麻 对 那是好 回锅肉比萨成功出炉 这让迈克既兴奋又忐忑 他想让岳父母尝一下自己做的川味比萨 你可以 拿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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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先做的工作 再给你做吧 这个工作有没有活得好啊 跟这个 我还没吃到我的工作 我好想吃 我今天起了我的工作 这个 好吃 可以 吃啥 又符合中国人的味道 又符合外国人的味道 很安逸 加上可以吃啥子 改良的川味比萨受到家人好评 迈克非常开心 对于这个不善言辞 只知道埋头苦干的羊女婿 其实岳父母早已从心里接受了她 他一个人做的披萨 一天要做百多个几十个披萨 一百多个披萨 通过他一锅一锅的手工组织出来 一锅一锅的靠织出来 一直有员工 请那么多人 他无路过人送的告别 得搞什么 别给个人 看他确实太辛苦了 真的太辛苦了 若父母对迈克的认可和赞赏 给了迈克很多鼓励 但迈克并不满足于此 他还想要做得更好 把中国深厚的美食文化 更多的融合于比萨的制作中 迈克和他的披萨店 依然在路上